三分抽豆腐一百塊喔 趕快來買喔 六分抽豆腐 好一分一百塊 影片的劇本是我的隊長 他就是寫作文所發想出來的 他的那個主題是台灣特別的美食 就是夜市小吃 我們就想說來當作那個動畫的基礎 讓大家知道我們台灣的美食是多麼的棒 真的很感謝旁邊的依林老師 帶我們出去拍一些美食的照片 然後讓我們模仿怎麼畫 還有錄製聲音 我的角色拍 剪接 修 唱影片 中間也有遇到一些困難 就是會常常吵架 有時候也會晚在一起 忘記要拍動畫 我不是最認真要拍動畫的那個 是他 對 就是我就帶筆電回去做 然後做到差不多十一點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喔好累喔 為什麼我都是沒有一個人在做 但是呢又會想到說 如果自己做得好的話 其實自己的努力會被別人看見 所以就會覺得沒有關係 就必須把它做下去 這很重的東西啊 讚啊 他很認真去拍 就是讓我想說 他們都那麼認真了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跟他們一樣 所以我就最後努力把動畫拍完 我想對沒有做過動畫的小朋友說 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 雖然辛苦 雖然反覆 但是呢你也可以得到一些新奇的感受 可以在裡面找出一些樂趣 你也可以分享給你的家人 讓他們為你很驕傲